歡迎收看小明星 在原地等幸福 當愛是能給祝福 戀愛願期擔同處 累到整夜不能睡 夜色哪裡都是美 我覺得在高一 然後就可以很勇敢展現自己唱 妳會不會覺得台灣的孩子 太容易哭了 謝謝 各位觀眾們歡迎TVBOYS 歡迎 歡迎 瘋狂熱心掌聲鼓勵 好… TVBOYS 來… 謝謝… 嗨 他們共同的特色是什麼你知道嗎 合聲很美好 看他們在唱歌的時候我突然間 想到我們國內的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團體 什麼態度… 我們真是太開心了 聽到他們鼻子太開心了 你先講還存在的團體嗎 現在都是大學快畢業了嗎 我們四個人在不同的年級 這個最小的大二 最小的大二 然後我是大三 大三 我是大四 大四 我已經研究生了 研究生 大陸有一個團體 面積很輕的小朋友叫什麼 TFBOYS TFBOYS 你們是TVBOYS 對啊 這個是不是有 刻意要抄襲人家的Feel 其實有關係 因為我們需要有個活動 叫半價的紀念 然後這個活動本來想邀請TFBOYS來 他們不來 對 那個時間不是不來 他們特別好 要過來 但是有一個人要參加中考 然後我們當時就說 臨時需要一個節目來頂 然後我們就從自己學院裡 找了四個同學來組成這個 就是你們 對 因為我們是學院叫電視學人 所以就TVBOYS 所以真的是抄襲耶 不要講這麼難聽 太好了 四位咱們坐著好好聊 今天咱們就好好來聊聊 這個兩岸之間 學生他們的一個觀念差異 先請坐…來… 謝謝老師 來… 唱得相當不錯 我們這邊厲害囉 許常德老師 台志遠老師 黃豪平先生 來 茵茵 瑪莉亞 後面這一些就是 台灣的大學生 好不好 但是不要以偏概權 我們剛好是找到他們 不是每一個都差不多這樣 不要互惠 好的 對 因為其實我們平常在生活中 看到現在很多大學生都很有創意 不過很多人也講說 其實你知道台灣學生在大陸 大概有一萬人左右 一萬人 但是你知道大陸學生在台灣 現在已經有將近三萬人了 兩萬九千多人 非常的多 兩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個人 好後面的是你認識是不是 好後面的是你認識 怎麼會是 為什麼會這麼精確 對 為什麼 因為我相信你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亂講 對 對 對不對 勇敢表達嘛 對 所以我們今天的請來 我們台灣大學生代表 可以大家一起來聊一下 聊一下… 原來他們的學習方式 還有很多的文化差異是存在的 能不能第一印象先講一下 我記得我在大陸有做了一個節目 那個節目就是找了很多大學生 來幫忙做這個案子這樣子 然後我才發現說 原來電視台有很多就是 其實等於是正式上班 每天都去上班 對… 然後有些已經工作一兩年 可是是沒有一毛錢的 就在等待一個工作機會 人多競爭也大 對 所以我的印象就是覺得說 怎麼那麼競爭 很可怕 對 我們每年畢業人數特別多 但是那個職位就那麼多 會不會畢業就是失業 也沒有那麼嚴峻 但是也還滿嚴峻的 我們是耶 什麼 有一點可是沒有那麼一點 我們有學生是害怕畢業 因為你畢業面臨要失業 對啊 要找工作啊什麼的 好 你現在已經畢業了吧 我還沒畢業 你還沒畢業 他不是怕失業的一個人 他不是怕失業 他是怕當兵 對 黃浩平 你不是成績很好嗎 沒有 我也準備要畢業了 其實 因為其實論文 碩士論文他還是有這個 畢業的上限 年限是必須有的 而且我又去交換學生 然後又再做演藝工作 嚴峻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不是啊 你都已經在演藝工作了 你沒有必要讀那麼多書啊 沒有 不是讀書的 就跟你講 就當兵嘛 你已經到你了 他如果能夠交換兵役 他就交換了 交換學生就沒辦法 他現在怕什麼 去當兵以後 當了兵以後 他演藝事業也會停頓 事實上他在演藝圈裡面 對啊 所以還不錯吧 所以當兵是OK的 當兵是OK的 他現在當官主當得很好啊 我現在告訴你 在大陸能夠當兵都是最優秀的 真的假的 不容易對不對 為什麼… 會有一個選拔 對 首先你成績要好 他是真兵 真的啊 所以當兵是一個很好的工作 你還靠關係怎麼樣才能進得去 反而當兵大家都很羨慕 對 我們就兩種 一個是國防生 國防生要考試才能進去 還有一種就是在大學 已經上了大學之後 再選拔那個真兵是這樣的 你看真的很難耶 可是我覺得台灣男生比較是 就是家庭的媽媽爸爸 很怕他去當兵 為什麼 會被人家欺負 或是之前那個 不是很多事件嗎 對…有一些糾被操 對 然後我媽還特意問我說 弟弟要去當兵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橫溫機會溶解啊 我說哪有那麼容易溶解 沒有 橫溫機沒有那麼容易溶解 對啊 已經到一定的溫度以後 他才能溶解 對 所以其實家長在怕 豪平真的可以去當兵 其實在台灣學生的眼中 我們有一些看法 認為關於學習上 認為陸生 台灣的學生的眼中好不好 來 陸生學習超任者 人人都想當學霸 今天就來了四個學霸 立刻說得對 他們四位共同特色 就成績都很好 真的嗎 把學校講出來 防寬 說出來… 我們四個都是來自 中國傳媒大學 我們高考是750分門 750 但我們學校每年錄取分 大概都保持在640分左右 你可能100個學生去考 能夠錄取到幾個人大概 我們專業的比例是108比1 超過100個人 還是只有一個人可以上 所以你們的感覺 台灣的升學壓力大還是他們 當然是他們 人又多 對啊 很多讀了大學沒什麼用的 有沒有覺得自己讀大學 沒什麼用嗎 而是有用的 脖子 有用嗎 現在是大學生嗎 現在是大學生 大 面什麼科技 戲劇戲 還真的沒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用 你自己不就讀戲劇系的嗎 對… 是 奇怪耶 亂講人家真是的 什麼樣的科系 都有可能孕育出 不太適合這個行業的人 對不對 對啊… 不太適合還要孕育出 還要孕育出 好不好 好難得喔 不太適合的人 對啊 是不是這樣 來 再看下去好了 看一下… 其實他們是這樣子的 是怎麼樣的 人口眾多 超競爭 表現亮眼才能出人頭地 沒錯嘛 其實真的啦 在讀書的時候 如果碰到大陸的同學 他們很拼命就是因為 你看人多的就大陸人 還有印度人 我們都講麻省理工學院很厲害 對 MIT… MIT很厲害對不對 對 比他更厲害是加州理工學院 全世界第一的理工學院是什麼 印度理工學院 非常厲害 太可怕了 一進校門馬上就是印度Michael 硬啦… 對…我這樣跳啦 沒有要這樣跳 奇怪 你好失控喔 真是的 對 那個就來了 太可怕了嘛 來 關於說話這件事呢 這不用講 對 陸生口無遮攔 超直接讓人冒冷汗 台生認為是這樣子嗎 直爽大方不做作 其實黃浩平現在還在學校的話 應該也有碰到陸生嗎 我覺得他們很有趣的點 是我有時候遇到一些陸生朋友 真的嗎 對 我覺得這邊四位 一定有人會學台灣的腔調 他們對台灣人的那個腔調 有一種特別的理解 我們在私下也都在學有時候 可以學給我們看嗎 比如我們會覺得這邊服務員 或者收貨員特別禮貌 比如提給我們東西 對 我們也說謝謝 然後他會說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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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但這個很親切 因為我覺得 我們自己反而會學他們的口音 自然都會有一個捲舌音 對 就故意要捲舌 那個叫耳化音嘛 對不對 就你知道音音到一個地步 他連書都叫耳字搖 你自己看他 耳字搖是我的新書 耳 我可以送書給主持人嗎 可… 是不是對你合作 好厲害的 茵茵的耳字搖扭操 扭操 訓練核心的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 你們要轉得夠硬嗎 可以… 說話方面 來… 台哥 說話來講你算翹楚吉的 沒有… 了不起的人物 其實我覺得這個大陸的朋友 他們說話方面 這個辯證方面 對 馬上為自己來辯駁或什麼 你出不了頭的 要幫自己講點話 他們在講話的時候 就沒有像我們那麼鬆那麼生活 對 比較不生活的話 就是很容易就是什麼事情 都太嚴肅去看待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那時候有個大陸的朋友 他回大陸 他寫信給我 我想說你回去就回去 就大家同學 結果他就突然 有一天我生日 他傳了微信給我 他說我去了台灣以後 我才發現原來 台灣跟中國的距離 不再那麼遙遠 有一天我對你的思念 會畫作風 畫作雨 讓你感受到 然後我那時候我收到 我以為他會跟我告白 妳等一下 是 李榮浩會不會唱李白 Judy 如果妳出來 我要選李白 真的好像喔 很像對不對耶 楊丞琳過去… 沒有 差很多 聽說妳在學校當年是笑花是嗎 我們來看第三行 好漂亮 慢慢甜到初看妳 PB Boy各個小路爛妝 台灣女生好甜啊 對 喜歡馬無六愛的感覺 特別是粉紅…的那種感覺 三個給妳挑的話 妳覺得哪一個 會是妳自己喜歡的類型 我覺得應該讓她們走 讓她們… 她們不會神氣我就好了 Maggie講的特別像我的一個 高中同學 對 對 大家現在都是這樣開始 對 妳好像老認識的人 誰喔 關於金錢觀念 遍地式土豪出手不手軟 是嗎 這是我們台灣學生認為的 其實她們是 原錢豪喜 人後小氣 真的假的 是這樣子嗎 土豪就是任性 有句成語叫做窮家賦路嘛 可能我們自己平時過的時候 稍微節省一些 但要出去玩的時候 就會稍微大方一點 也是一種理財的觀念 大學生一個月零花錢大概多少 我們在北京的話 因為北京可能 它的物價就會比較高一些 然後我是在3000到4000人民幣 一個月 對 租房不算 沒有 我們住宿舍 因為主要是因為我也比較 因為妳太愛玩了 因為我愛吃是這樣 妳吃很多是不是 對 我會吃就是會吃一些 比較貴的好吃的東西 像我室友的話就會好一些 他大概2000塊吃飯一個月 你吃到別人的一倍啊 你是不是有點吃 你吃太多了吧 來 大學生來 你們大概是多少錢 上面Murmur你們 如果省錢的話大概5000塊 5000啊 對 5000算滿省的啦 1000人民幣 所以1000大概多少 除於5 那太少了 瓦宅你們呢 瓦宅 脖子你們 你也滿多耶 有要住宿 旁邊嚇人 有誘人 有誘人… 是… 大概也差不多1萬1萬2 好… 對啊 你只是在模仿會這樣打扮 還是你平常就是這樣打扮 模仿的時候會這樣打扮 對 他應該是製妝廢貴啦 因為我怕去附近買飲料 會嚇到人啦 對 對啊 不要說買飲料 其實妳在這裡也已經嚇到我 嚇到我 良性的相處 來… 台灣學生認為 大陸學生難強女弱 大男人思想根深蒂固 其實他們是 女生強勢 男生溫馭得像小綿羊 會嗎 會嗎 不是吧 我認識的都是反過來 男生很強勢 然後女生很小女人 我認識的一個上海女生 她就說我好想到台灣去發展 我說為什麼妳特別想來台灣 她說因為 大陸的女生真的強勢嗎 有…是有強勢的那種 你們自己應該有交過女朋友吧 還好 還好吧 因為很多現在 現在談女朋友的時候 女朋友會對男朋友要求很嚴格 是 比方說妳什麼時間起床睡覺之前 一定要發那個早晚安的短信 OK 對 然後還有那種 比方說吃飯什麼自習 一定要男朋友陪著什麼的 還要陪讀 對啊 所以男生很少會說不聽 或是怎麼樣 很少拒絕的 因為都比較 對 比較在乎他們的想法 大陸女生確定是比較強勢的 有強勢 真的滿刺激的耶 我覺得 因為他們很多這個大陸的朋友 一到台灣來 看到很多台灣女生有沒有 你們好溫柔 好好相處 怎麼樣 對 對不對 然後空姐跟她講 一個對話 先生 妳要咖啡還是茶 她說 她說我戀愛了咧 人還在 那我要娶妳 因為太溫柔了 一輩子她沒見過那麼溫柔的 那真的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 對啊… 再看最後一項 關於婚姻 台灣學生認為大陸學生會 性格超保守 凡事按規劃進行 但事實上是 晚婚當到大臨無妨 有一個好像叫相親胡同還什麼的 所有人都把自己小孩的資訊 貼在那裡 然後讓大家去相親 有那麼一個女兒 會有那麼一個公園 對 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對 有一個問題就出來了 什麼問題 男女比例不平均 男生多嗎 對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 女生很缺 男生比較多 我只能生一個 我當然要男生了 萬一是女生的話 可能就不要或什麼 這樣不好 是喔 這樣真的不好 對不對 對啊 我是這方面的一個模範 我前面三個都是女的 本來都想不要 怎麼這樣啊 我才不要你咧 男士人在現場 這裡有一個大的 男士人在現場 我覺得女兒我都很棒 是不是 現在男女好像不平均對不對 男生多 那怎麼辦 我們學校剛好女生多 對 因為我們學校是 算是藝術學校 對… 所以女生就會多 那怎麼辦 以後會不會面臨到要結婚 找老婆找不到 很難找 我覺得不會吧 你看回到他們剛剛講的 敢說敢言 敢真說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觀念是 要有房有車 可是在台灣妳很難說 在30歲之前就有房有車的 很難 所以自然會晚婚 我覺得這是一個因素 成家立業嘛 先成家再立業 對 像我那時候在21歲大三的時候 我們來了一個交換生 我跟她在哈爾濱 其實我很喜歡她 可是我跟她 我瞬間表白啦 嚇一跳 但是我跟她沒有什麼 預局的動作 就是像自己 然後朋友的 就聊天 很好啊 這事發生20年前是不是 結果她回去 因為我知道她有女朋友 結果她回去以後 就結婚了 妳跟她五年的朋友關係 對 然後她回去就結婚 她也是那個事業心很強 十年來通過最無聊的一段戀情 因為真的什麼都沒發生 沒有 有啦 就是一些那個言語上的一些 曖昧 對 言語曖昧可以長達五年 這是有什麼病啊 不是 因為她讓我覺得她很 不是言語曖昧 不是 她跟妳真意是 五年 她長得還不錯 而且滿有才華的 會唱歌劇 然後她選擇跟妳聊天 對 然後她 什麼意思 不是… 誰在她選擇跟妳聊天 不是… 誰在她選擇跟妳聊天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哈佛 哈佛 你們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想發問 希不希望將來能夠在台灣 成家立業 移民台灣 這主要是看感覺吧 生活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知道這個城市這裡 是不是適合自己 我幫我朋友問一個問題 好 你們會想要跟台灣的女生交往 甚至結婚嗎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她五年來跟人家搞言語曖昧 她一直都沒有結婚 對 請問那朋友是這樣嗎 長達五年的時間 馬勢力 不是 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可能 不是說跟她 就是說跟台灣的女生 有的有 比較有的選 台灣女生其實 其實也沒有說和大陸女生 有多大的區別 因為可能大陸都是 南方女生就會比較溫柔一些 和台灣女生就會有 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這個還是要看 就是感覺有沒有到 對啊 文化跟背景 對 這個江南都是小家必育型的 是 江北 東北 那個都是大家閨秀 江…對不對 對不對 東北女孩子對不對 拳頭上可以佔人 背上可以豪邁 大塊吃肉 大碗喝酒 那可是一個豪邁 晉級的巨人 晉級的東北巨人 打那麼厲害 來 茵茵來 什麼問題 茵茵問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你們四位 都是高材生 想說你們平常就是有沒有讀 課外讀物的一個習慣 妳要推薦妳的書嗎 怎麼可以這樣子 剛剛已經 她已經那麼硬給妳介紹出來 我想說走過來的被妳發現了 我是覺得說你們談戀愛 給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激烈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徐老師有碰過很多是不是 沒有 就是比如說 不然就是那種 就是街頭就可以朝起來 打起來之類的 網路上會看到一些影片 這是真的 比較激烈 你看到那不一樣 你看到那是原配抓到小三 有沒有 對… 衣服都發光了 對啊 內巴掌一樣 還有兩個都穿新娘 對 我打一餅一餅 最後還把二餅拿出來有沒有 對 真的 真的不一定 因為我們這邊也是有洗濃烈 一樣的 徐清玄 歌聲薛男力十足 Sandy有感而發 妳好棒 怎麼哭呢 現在小孩很少有機會 可以展現自己 然後他們即便有機會 也都很沒有自信 然後我覺得是在刀音 然後就可以很勇敢展現自己 沒有 台灣學生會覺得說就是大的學生過於 比方說他們會學習比較刻苦 你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你們會覺得學霸是一件 還滿榮耀的事情 其實是這樣 我們覺得以前可能會說學霸 有一些負面的這個意思 我們會覺得可能是詞讀書 但是現在好像很多學生 我們覺得他確實是知識很淵博 而且他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做很多事情 學習效率很高 然後我們喜歡說他學霸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詞變成了一個中性的詞 或者是有點褒義的意思 對 不過在台灣好像比較不容易 如果在學校裡面有一個人成績特別好 什麼都做得很好 會不會被排斥 反而會被排擠對不對 會嘛 其實不會 我們反而會把他當成偶像 然後平常如果考試就靠他 靠他來照 怎麼會 就是學什麼東西 沒有… 遇習嘛 不是說小超遇習什麼 他會教我們 就是一間空教室 他就在那個黑板上面 寫什麼公式 教我們 我們就會不斷的請他飲料 從他這邊獲取知識 但不能這樣講 因為其實黃豪平 他就是成績一路都很好 他就是當初被討厭的那一個學生 所以他又有點不準了啦 我是覺得我們小的時候就是 都是看成績 就是學習太多 咱這邊… 小的時候會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培養 是… 興趣愛好之類的 然後講一講 最後自己還給自己一個答案 他的意思應該講說 他們從小就會學才藝吧 我們這邊是把才藝就是更當做一種 課程 基礎必備 對 為了學而學 有的時候是這樣 其實台灣也是啊 我小時候曾經一個暑假 學七種才藝 天啊 妳的父母對妳太愛了 我學過書法 水墨畫 游泳 電腦 芭蕾 小提琴跟 怎麼會有這麼狠心的爸爸媽媽 有學過 這樣好有趣 我學過 我還學長笛 天啊 而且是一個暑假 頭髮還濕得趕快去寫書法 寫完書法立刻水墨畫這樣子 我的媽啊 脫墨畫的水 所以脫墨山水是這樣嗎 對 就是脫墨開始的 學太多了 所以妳就變成 樣樣通 樣樣鬆 對 樣樣不精通 今天咱們幾位他們都真正有才華 對 給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他們這個表演也是非常要得的 在網路上面不得了囉 第一組人馬誰來 媽媽 來 歡迎她 網路上的影片是什麼 很可怕 你們是做了什麼事 我們是 三個人互歐 不是… 都是假的 沒有啦 我們是很喜歡一首歌 就是太子的那首Like Ua 然後我們就 Ua 覺得它很輕快 很可愛 對 我就把它融入台灣的特色 然後又做了一個新作品這樣 酷喔 台灣特色是什麼 像是 名產類的 把它改歌詞就對了 對… 有東西跟台灣有關了 一起來欣賞好不好 好 來 歡迎MURMUR 由三位超可愛的女大聲 所組成的女子團體MURMUR 因為將TWICE的歌曲 改變成中文 並且拍攝MV的走紅 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爆紅影片吧 看完了MURMUR的爆紅影片 我們已經等不及來看他們現場的表演 MURMUR的表演 第一次是 ыл著羣絲 請請會散自己理則拍 念心不要留白 走出戶外 分開你的胸圍 不要再等待 一起美的搖擺 年輕不要 不要留白 十分鐘的戀愛 雖然有一臉的感 你的笑臉滿我心中所有的遺憾 十分鐘的感情 我將全部屬於你 我將全部屬於你 多希望能夠永遠不分離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們來準備上課囉 來吧 又來了 Pump You Lady Pump You Lady opf Roburr的表演 來…到後面來… 好可愛… 趕快排好…M.E.R… M.E.R… 其實我們看 我們看會覺得說算是 比較我們習以為常對不對 但是可能我們大陸的朋友 看起來是很像的 很少看到這樣子的對不對 大陸沒有這樣 青春洋溢的女孩 台灣女生好甜啊 對 喜歡嗎 有戀愛的感覺 特別粉紅粉紅的那種感覺 對啊 海灘的味道 海灘的味道 粉紅…妳是看到哪裡 對 他們衣服都是粉紅 衣服… 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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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開心到了 眼睛都看不見了 妳開心到了 就越來越像李榮浩 講一下…怎麼樣… 喜歡嗎 這段表演 很喜歡 就是感覺很活力 然後他們的動作幅度很大 這樣子三個給你挑的話 你覺得哪一個 會是你自己喜歡的類型 我覺得應該要讓他們挑 他們不會嫌棄我就好了 王子豪 他會說話 榮浩 來 你剛剛很喜歡 來…育達… 育達 就是 Maggie講得特別像我的一個 高中同學 對 高中的搭訕都是這樣開始的 你好像我認識的誰 我像妳高中老師 其實很可愛對不對 她漂亮嗎 特別漂亮 這聯誼好成功的感覺喔 三屆版 常立騎交通 華藝歌舞震撼全場 大家好 我是常立騎 大陸就比較少葬了 因為他們壓力比較大沒錯 但是不會壓力大到重生 這個體育 一起來歡迎十千全的表演 好 十千全的表演 謝謝 歡迎 因為在音樂課表演林俊傑的歌曲 而被同學錄影撲上網 而爆紅的十千全 有著超療癒的嗓音 他是如何诠释这首 不为谁而做的歌呢 你是否也深深地 为十千玄的歌声所感动呢 就一起来感受他 现场表演的渲染力吧 不惯我寻觅 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 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 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 是什么最好的事情 也许当时蒙着微笑和哭泣 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任理所当然的忘记 是谁风里雨里 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搞得那么轻 那为我最抗世界的决定 那陪我们的雨 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 与你相遇好幸运 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纸 你张开了双衣 遇见你的注定 她会有多幸运 谢谢 好棒 小鲜 原来不错… 她才高中一年级耶 高一年级 而且她唱的是我的少女时代 是不是整个很符合她的年纪 對 真的就是你的少女时代 對不對 這個電影在內地上超火 超接火 現在連韩国都有了 學生族群很火 對 然後那個燈光一條按下來有沒有 然後 你這樣 沒有… 今天都很精神 今天精神好 新的 還要到黃昏以後 開始漸漸的這樣 差不多了… 很棒啊 對不對 才高中一年级 你知道其實她唱的 之前唱林俊傑的歌 然後爆紅 在網路上很多人就是評論說 哪一首… 不為誰而作的歌 唱… 你直接唱給我們聽 唱超好的 都可以啊 副歌 好… 好… 好感動喔 可愛 你好棒 怎麼哭了呢 我覺得 因為我以前是老師 然後我都覺得 怎麼啦 毛病啊 這也有什麼好哭的 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小孩 是很少有機會可以 怎麼了 以前都被家長虐待成什麼 不是 妳想到妳的學生是吧 現在的小孩很少有機會 可以展現自己 然後他們即便有機會 然後也都很沒有自信 然後我覺得她才高一 然後就可以很勇敢展現自己 所以妳是不是想到 妳是不是想到一天上七堂才藝課 對 不是頭髮 七堂才藝課 妳會不會覺得台灣的孩子 太容易哭了會 而且她來得完全沒有預警的 有沒有 太可怕了 妳真的很棒耶 因為她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老師 Sandy以前教過國中 我以前是國中老師 對 我是覺得小孩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其實真的很多 都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放棄自己 妳看見她 然後哭這麼厲害 沒有啦 不要亂講話 因為她學生現在 功課壓力都很大 會大到什麼夢想都會放棄 壓力太大 對 他們就是高中生嘛 然後他們就會講 年紀很小就講說 放棄自己 覺得沒關係 反正我爸媽都覺得我不行 怎麼樣…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現在的小孩很可憐 他們都沒有一個勇氣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大陸的孩子比較獨立 有沒有 我也很獨立啊 你是在美國讀書的不一樣 對不對 你沒有兄弟姐妹嘛 對… 是不是這樣 那也比較孤單其實 其實孤單 需要一個玩伴 其實有那個 憲哥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見鬼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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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講很多有意義的話 有意義的 就講說有一個兄弟姐妹 最大的財富嘛 對 是 對… 我講過那個你們聽過這件事情 對啊 在錄節目的時候 我講那個妹妹啦 我知道啦 我有三個兄弟姐妹 我跟她講說 對 真的 可以給別的嗎 可以 好 謝謝… 真的很棒 來…再來是這段影片 就是他們的啦 瓦宅還有那個脖子 還有GINO 你們三個是一組是吧 你們這段影片是什麼 先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影片是 因為身邊很多人喝酒嘛 所以我們就拍了一個 喝醉酒的十種人 是自己演嗎 對 我們自己拍 自己剪 自己演這樣子 這好玩…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還算滿特別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好了 來 專門拍攝搞笑影片 跟健兒出名的GINO 脖子和瓦宅 在網路上有著超高的人氣 他們的影片是否能夠 引起你的共鳴呢 再跟我對照眼罩喝 對照眼罩喝 喝酒 喝… 你知道這間店的特色是什麼嗎 不是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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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你剛剛答我到嗎 等一下 你現在 你站起來講 你誰啊 你誰啊 等一下 你答… 你答… 那些妮卡 傳超曖昧的節目 他這麼重根本都是 你知道嗎 真心 沒有沒有 妮卡… 我還轉誰 你看 那些妮卡 來 來 我親了 你看 妮卡 可以嘗嘗嗎 你聽 你聽 我發覺 我發覺 我的女朋友她玩交友軟體 我也要玩 好愛啦 就是一個總整理的感覺 對 那這個學生時代妳拍這影片 搞不好妳出了社會以後 對 做影片這些事情變成妳的正職 都有受不了 對 而且會有些概念 累積的人脈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這很厲害 這就是創意 是嗎 對啊 創意無限 而且現在YouTube上面 有很多YouTuber 就是用這種方式 在吸引廣告商 對 他們光靠影片的點閱率 就可以不愁吃穿 可以賺到錢 對 是嗎 現在我們大陸那邊 有一個網絡紅人叫Papi醬 Papi醬 他也是一個在校學生 然後他也是就是 自己錄這種有趣的創意視頻 自己剪輯 剪得特別鬼畜 會不會是網紅就紅一陣子而已 他得到了2000萬的資金投入 就是有人來幫他把這個事情做到 那個邏輯思維的羅振宇嘛 對 投資他一筆非常大的錢 他現在在做這個工作 對 他現在已經開始招人在幫忙 他本來是自己做 對 他現在在招人做工作室 他也是學戲劇專業的 他是戲劇導演專業 對啦 他們也跟學的有關嘛 這個鼓勵就大了對不對 以前都沒想過這些對不對 完全沒有想過 對啊 所以你看看他們三個有沒有 你幹嘛這樣子 他們還是學生嘛 還在努力當中 沒有 我覺得台灣的學生 有一個地方是很可貴 就是願意做小小的事情 是 對 你們這個目的好事 其實有機會突然有個2000萬 來贊助他 不知道怎麼說 不是好事 不知道怎麼說 對 對當事人不是 因為也許他是那樣創作 不要能創出一些精髓的東西 你給他談話的精髓 那是另外一條路 你有沒有能力管理又是 就是平常心嘛 對 就是他習慣小成本 你突然給他錢 他不會做大頭 拿到2000萬人民幣 你會不會先把你的感冒治好 他會先… 他會先… 他會先…他耳朵吧 他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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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高喔 鞋子高… 對… 你 等一下要幹嘛 等一下要模仿老師 就是那個唐老師來一段小歌 他就是模仿唐麗琪老師爆紅的 超好笑喔 直接來看他的表演好不好 來… 來 誘人因為將新作老師唐麗琪 模仿到出神入誇的境界而爆紅 到底他的模仿有多傳神呢 大家好 我是唐麗琪 這就是我的名言啦 所以 很幽默 還假裝自己是自動門 你們不要再討論那個門了啦 好累喔 我直接把門給拆掉了 看完了誘人的爆紅影片 你一定也超佩服她的模仿功力吧 究竟她在現場 又會帶來什麼樣勁爆的表演呢 大家好 我是唐麗琪 今天非常開心來到這裡喔 我今天呢 有觀眾說我今天很辣 我知道 上次有網友跟我說想聽老師唱歌 老師今天呢 已經小明星大跟媽媽 我準備一支很棒的麥克風 我主要來唱這首歌 五娘之樂不幸給大家囉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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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的 雞人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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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love you love We love you love We love you love So that you wish I show me how you're about We love you love We love you love We love you love So that you wish I show me how you're about 要記得按檔喔 我很在意業績的 掌聲鼓勵 妖人 你太強了吧你 好厲害喔 你到底平常在幹嘛啊 平常 而且唐老師有胡渣 好怪 歌還真唱得還不錯 對啊 對不對 還滿到位 唱這種Jazz是不容易的對不對 大陸就比較少這樣了 因為他們壓力比較大沒錯 但是不會壓力大到這種聲音 一般很少見對不對 剛才看得特別緊張 就眼花了亂不知道該看哪兒 因為可看的地方太多 他從這個… 他從這邊這個角度看上去 好像JesseJ 有人說過 就是很大一隻 這還不錯 對不對 將來要人生的方向要把握好 好 好 謝謝佑人 謝謝… 謝謝… 謝謝 今天真的讓我們看到 不一樣的學生 是不是這樣 學生他們出唱片 但是你們似乎看起來是 太過中規中矩了 會不會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可以花俏一點點 沒有 還是要有一些特色 就是突破一些 以前沒有做過的一些 團體做的事情吧 邰哥呢 有沒有建議他們要模仿誰 好像就是李榮浩 沒有… 因為我覺得他們聲音很乾淨 很好聽 是 我覺得唱貝加爾湖那個曲子 很動人 真的有那個貝加爾湖的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不一定要去模仿別人 他走出他自己的特色 他們聲音很乾淨 就很好 貝加爾湖你沒去過嗎 貝加爾湖沒去過 那內湖你去過 內湖 內湖全天都經過 我們天天經過 對… 太棒了對不對 看他們這個美好的聲音 也希望他們這個唱片 能夠受到大家的喜歡 對 兩岸交流成功 來 成功七千兩位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